综艺大哥大张飞的38岁演员儿张绍淮,2013年娶了翁欣怡后,欲有一女异子,全家幸福。 翁欣怡先前曾分享夫妻私下的闺房情趣,竟是老公天天尿我身上,此话一出震惊不少人,近日她又在节目上聊到这件事的细节,甜喊我觉得蛮可爱的。 翁欣一日前在《一代女王》节目中透露,因为要帮孩子洗澡,因此夫妻觉得全家人一起淋浴其实很方便。 有四到泰国出游,全家人一起洗澡,期间张绍淮不小心尿在老婆脚上,当时她只觉得怎么热热的,等意识到是尿后便突然尖叫,这时孩子看到妈妈尖叫也莫名开心了起来, 然后全家都笑了,我老公就觉得好像你可以玩这件事情哦。 后来夫妻便把这件事当成洗澡的情趣,张绍淮甚至会越尿越上来,尿到妻子的下背部。 翁欣一笑说当下虽然觉得很恶心,会尖叫,但我还会笑,我怎么让这件事变这么合理? 甚至表示我觉得好像蛮可爱的,被一旁的主持人笑亏你前一世一定喜欢。